主席 主席 我們麻煩請合費料處理專案辦公室李主任 李主任 我們麻煩請這個 剛才那個田委員提到的這個能源會主委 我們拜託主計總處的楊處長 審計部的副審計長 副審計長 四位好 那個我就不足一唱名 所以是自己負責的部分就麻煩前面回應一下 中間時間可能拜託掌握一下 我們今天談能源政策裡面 我們提到合費料的處理 我們可不可以很簡單的 就今天討論的議題講說 我們今天的決定過與不過呢 很簡單的劃分成 其實就是說合費料 我們今天所談的合費料的部分 到底是要擺在台灣 還是在二十年之中間呢 先暫時擺在國外 這樣的一個說詞是對還是不對 拜託快一點好嗎 委員好我是 這樣對不對就好了 是 是不是簡單來講 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案子只是在 如果這個案子不過 它就是擺在台灣 如果案子過的話 最起碼台灣有個二十年的時間來應應 這樣是對還是不對的概念 對 好這樣是對的概念 謝謝 第二個我要請教問題呢 就是說從 到底今天的案子的合法性在哪裡 我覺得有一點點 比較遺憾的一個地方呢 就是說 其實本院的委員呢 你會看到本院委員其實都很努力啦 都把所有的資料呢 都整理得很好 本院委員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也是因為民意啊 老百姓有同樣的疑問 所以本院的委員反映民意 可是這個民意反映出來之後 在行政單位的單位 我會希望行政單位可以很明確地講 到底是還是不是 可以讓老百姓知道 而不是在模糊的空間 第一個提到法律的依據 我們看到這個預算法 拜託那個我們主計處跟這個審計部 兩個單位呢 到底誰負責就誰回答 所以不用推來推去 我們預算法裡面呢 其實第19條裡面有規定 我們規定呢 特種基金的適用啊 處法律另外有規定的話 依本法的規定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後端的基金呢 適用預算法 這個是對還是不對 對 好 那我們的54條呢 預算法54條裡面也規定了 他說呢 原則上面來講啊 你的這個資本的支出跟新增的計劃啊 要在年度的預算完成審議之後才可以動支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本院的委員 從前面問到後面 一直在問同樣的問題啊 可是後面有一個說 但是如果你是根據88條的規定辦理 88條的規定辦理或者經地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 所以簡單來講 今天有兩個方式是例外 一個是88條 第二個是地法院同意 這樣的概念對還是不對 對 好 那第三個呢我們就講說 有沒有掉進88條 前面也有很多委員問過了 那麼回答呢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台灣是有正常的業務的 確實的需要 或者是因為經營環境重大變遷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就符合88條的規定嘛 對不對 所以像現在行政單位是認為 它是有88條的這個正常業務的確實需要 為什麼會有正常業務的確實需要呢 回到我們今天討論核廢料的現狀 按照你們的報告裡面說到啊 核廢料的現狀呢 你要儲存它原則上分成短期中期長期 短期的話是水池冷卻 中期是乾式儲存 長期是最終的一個處置 對不對 那在目前我們今天之所以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簡單來講是因為乾式儲存廠的進度落後嘛 是不是 如果你的乾式儲存廠進度沒有落後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的燃料池儲滿的話 你的核一核二 你按照你的報告裡面說的啦 你就是會停止運轉 什麼時候停止運轉呢 很快就是明年 105年的5月 105年的5月嘛 投影片上面也告訴你 所以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你要選擇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要到105年的5月之後 你兩個核電 核一核二通通都廢掉之後 只剩下 因為核四沒有嘛 只剩下核三而已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台灣在105年5月之後 要不要用電 對 因為這兩個電廠 以103年度來講 這兩個電廠發電量 佔全台灣總發電量12% 所以尤其對北部來講 是重要的電源 我們不能冒那個可能停電的風險 好 所以的影響 最主要的原因是說 我們只剩下 到105年的5月 也就是說到明年 到明年的5月之前 這個問題要解決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 因為簡單來講的話 他就是說 你不是把它運到國外 就是把它擺在台灣 剛才謝謝賀教授 賀教授還特別提到的一點 就是說 你的這些燃料的廢料裡面 如果有破損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外漏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的一個影響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的選擇是 到底要把它留在台灣 還是要把它 把這些有的風險 暫時把它在20年之間 把它先儲存到海外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的選項 我們今天的選項 是選擇 要讓它留在台灣 還是要讓它先到海外去 先不管它最終的儲存 因為你留在台灣 最終儲存也是在台灣 沒差啦 那你現在只是講說 今天的決定 本會今天的決定 是不是決定說 要把這些廢核料 留在台灣 還是說 在20年的期間之內 先讓它出去台灣 然後讓行政單位 有一個時間去因應 對 這個就是這個計畫的價值啦 好 那原能會主委 您是原能會主委嘛 是 我會認為這個事情 好像跟你的關係 好像比 跟經濟部的關係大 不是嗎 從安全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有關的 所以對於我們的這個 核廢料的儲存 我們沒有儲存地點 儲存地點不夠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另外一方面 也要注意到安全 是 所以您在 處理這個規劃的 一個情況之下 您個人的意見是說 把這個核廢料 留在台灣 讓它對台灣 有污染的風險更大 還是說暫時的到海外去 最起碼 你有20年的之間來因應 把更委員報告 假如這一次這個 再處理沒有走成 那所以 先不管那個 我是先問你 就是說你的選項 你的選項 主委 針對委員的問題回答 這樣子我簡單來講 剛剛委員的這個邏輯 都正確 謝謝 我唯一稍微做點小修正 委員剛剛講說 合一跟合二都會停 其實是只有 合一的一部機組 合二的一部機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經濟部部長 那您的報告 今天的報告 就不見得正確了 對 只是時間 不是明年的五月的這個時間點 部長 明年 明年 五月的時候 一號機會停 那 十一月的時候 二號機也要停 是 所以換句話 合二的一號機 對不起 沒關係 這個細節的部分 因為細節部分不見得 你一定知道 但是 那個主委 我覺得 批評大家都容易 沒有人不會批評 所有人都會批評 連小朋友都會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說 怎麼樣子務實地解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對台灣的未來的發展有利的 是 今天的選項是說 我們要把它留在台灣 然後將來讓機組停掉 還是是說 我們應該先把它移到海外去 然後呢 在二十年的時間 最起碼有一個時間來做因應了 我這樣的一個解讀是對還是不對 是沒錯 謝謝 從安全的角度來講 我沒有從安全角度 我從全部的角度 是 安全角度是其中一部分 我們要把核廢料要留在台灣 所以委員的這個邏輯都正確 謝謝 那我要請教的 部長謝謝你也上來了 大家長嘛 我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替代的一個方案 到底有什麼樣 你知道本席一直主張是 是非核家園的 我並不是 我並不是那個 但是你要達到那個目的 你是要有漸進式的嘛 你不能夠把雙手一攤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那個訊息 其實平常講 看的其實蠻難過的 他上面批評就是說 這個議題呢 讓政客 讓政客 形容我們 我們是政客 就是說讓我們操弄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跟事實上面不吻合啦 因為本院的委員 每一個委員 你從他在質詢的時候 你都會犯出來 他真的是很用心 他必須要反映他所聽到的民意 只是因為我是學法律的 所以我會從法律的觀點 來看這樣的一個差異性 我要請教一下 除了干事儲存 我們剛剛 我們的選項是 台灣還是國外嘛 任何一個國家 大概都不會同意 把別人的東西 最多儲存在他的地點 這個我覺得 不需要有這樣的一個 期待的幻想 第一個 什麼時候會完成 第二個呢 其實我要再請教部長的 這個部長應該比較熟悉的 就是說剛才田委員有提到 就是說為什麼你的原來的 你的這個辦法裡面沒有 然後呢 你現在有 你的這個台美和能和平利用協定 事實上我的了解 是去年才過的嘛 去年才跟美國重簽的 去年六月 也就是說你原來在 原來在你網上公告 有台電的那個老員工 看他投書的給田委員的 是不是事實 我覺得他也是事實啦 只是因為你的那個核電的那個部分呢 你核定的部分 你是97年核定 97年做評估嘛 100年的時候 你才行政院才核定的嘛 是不是 所以你100年的核定的時候呢 並沒有反應到 100年核定的那個資料啊 我剛剛很快的看一下 我是剛才才看的 我看了一下 你100年核定的時候 當然核定不會核定到 103年的 103年6月 你當然100年的時候 不知道台美之間 103年6月22號 會通過台美和能和平利用協定嘛 沒錯 所以你這個台美的這個協定 基本上面來講 是你核定之後發生的一個新的狀態 所以你會根據這個東西 再去反映一下 你原來行政命令上面的規範嘛 是完全正確 是 那我看到主席站起來了 我不要讓主席為難嘛 所以我直接講我的問題就好 我第一個問題是說 除了乾式儲存 我們剛剛講的是 短期 中期 長期 對不對 長期最終處置的地點 我理解 你們必須要找 但是呢 從中期的 假設今天本院的委員 把它否決掉 也就是說 他要把它留在台灣的話 留在台灣 我們知道 留在台灣它的風險 絕對比它 出去台灣的風險 要高嘛 因為它就待在那裡嘛 有什麼樣的一個解決的方法 有什麼樣的一個解決方法 除了乾式儲存設施 因為我們知道乾式儲存設施 最大的問題是 它現在沒有完成嘛 你拿不到那個驗收的一個憑證嘛 我們講新北市的 對 拿不到驗收的憑證 所以它沒有完成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它 從短期的水池 Move到乾式的儲存 那你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我的第二個問題呢 是我知道在國外處置 那個立法院同仁有很多的疑義 就是說你需要113億 for 1200數而已 所以我必須要知道 就說好 如果你今天否決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那麼它把它留在台灣 第一個它的風險 賀教授我覺得他應該也很熟 所以可能也可以協助一下 他在留在台灣的這個風險有多大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核一核二機啊 你停電的之後 停這個這個這個 之後呢 對台灣的電力的影響 然後對我們民生的物價的 這個指數的影響 我們物價會不會波動 漲得很大 因為你的用電變大 這是我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呢 也是本院委員非常關係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你20年間啦 我們現在事實上是用113億 去買你的中間的一個時間 第一個讓核廢料不要在台灣 不要造成台灣的危險 第二個呢是你買了一個20年的時間 多一點時間讓你去規劃 讓你去因應 因為到底你核廢料 送出去台灣之後 再送回來 我們剛剛傳到陳明文 陳委員的那個圖片上面講說 回到日本的時候 它是體積變大 所以我第三個問題是說 對不起 第四個問題 剛剛那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說 再運回來 到底它的體積是變大 重量變大 還是體積變小 重量變小 也就是說你會增加 你儲存的一個分量 這是我第四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呢 是說 對於這個整個 Overall的一個評估 你怎麼樣子去 在國際間的一個技術 因為我知道這個 昨天的訴求上面有講說 希望能夠這個省一座 這個核能發電廠 省一座核能發電廠 我們知道就是說 實際上面來講 網路上面也有對於 首爾的情形呢 有做一個分析 我可以拜託一下 就是經濟部呢 跟原農會一樣 合作一下 還有我們學者專家 合作一下 就是說那個情況呢 在台灣是適用 還是不適用 它的一個情形 真正的影響 對台灣到底是什麼 再特別拜託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李貴明 李委員的發言 我想這個 我要簡單做一個說明 我們後接 對 對